他就给我一个电话 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经纪人的电话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刚才是骗我 逗我或者给他打电话没这事 我说喂 是ISM的 那个李玉龙先生 是是 你谁呀 当我一听 是不是要逗我 我说我说韩哥 韩哥你好 你说你已经被选了 准备要签合同 他说没有骗我 现在跳过大小饼 你当时留的 你没有手机 是吧 我没有手 你的手没有手 留的就是你宿舍的一个电话 那宿舍 宿舍电话呢 还打出去 必须拨卡 200 真的 你们那太抠了 不让你们打电话 就是 大学没有办法 都是这样的话 那拿到了这个 打到 等到这个电话以后 第一反应是要跟家长商量吗 得跟爸妈说呀 对 我给我爸给打电话 跟我妈妈也打电话 他说 我妈妈还觉得 那个上海维工团比较好 我一直在坚持 去那我真的是出不来 我想做什么事 想当老师 干嘛都不行 只能一辈在军队了 吃住是军队给管 那但是我没有自由了 我还想去外边闯一闯 我们伟大的军队还是挺好的 只不过韩庚 希望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选择一个 另外的途径 其实是对的 我渴望自由 对 最后说服你爸 说服你爸你妈了 这个说 一都说 我想去闯一闯 如果不行 我再回来考大学 我这样 就积累一些经验 那我妈妈也是没有办法 说那你就去吧 我们说机会永远都青睐那些 有准备的 还要有条件的人 有天赋的人 韩庚是这样的 他有本身很好的舞蹈的功底 另外关键时刻 他会勇于表现自己 而且是个很淳朴的一个孩子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够到韩国去 当然 所有的人都不会一夜成名 根本没有一夜成名的故事 我们看到是那一夜 但是那一夜之前 会有很多个日日夜夜 等待韩庚 也是这样一条 挺漫长的 不平坦的道路 你去韩国 毕竟是离家很远 带了很多盘缠 没有带了很多钱去吗 当时我没有带钱 一分钱都没带啊 一分钱都没带啊 用长辈的话 必须用静语 韩庚 他洗 他这么说 那阿娘是最简单 最好的朋友之间 就无所谓了 那阿娘 每个公司的人都会说 阿娘阿娘 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我说我学的就这样 这个好看 这里曾是韩庚出国前 在北京最后租入国的地方 从门前的这条小路出去 几乘公车 网板与各个展台演出 一度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虽然已经与韩国SM公司签约 但是在等待办理各种富含手续的近半年时间里 他依然不得不四处奔波 来获得自己最基本的生活费用 2003年2月 韩庚终于拿到了韩国的签证 离开了这个他最初酝酿梦想的地方 这个当时啊 属于办完以后 到北京来准备出国走 在北京又停留了几天 当时呢 我来送他 准备 等他走完以后 我再回去 但是韩庚呢 就不让我到机场去送他 因为他感觉到 到机场去送他 那个分别的那种感觉 实在有点承受不了 所以是不让我去送 这样我们只能在这个宾馆啊 就告一下别 我又回到我这个工作岗去了 所以当时啊 心情确实非常非常沉重 作为HOT China选拔赛中千分之一的幸运儿 韩庚和一起被选中的另外两名中国男孩 成为韩国SM公司旗下的练习生 不曾与父母共度国内最后一个春节 随身没有带一分钱 对韩语一无所知的韩根 爬上了出征韩国的路 学着去独自适应陌生的未来生活 我发现韩中他爸长得挺帅的 我属于我爸 不再这样的 当时去韩国的时候你的韩语怎么样 一句子不会 可是你在北京不就很长时间在等着吗 你当时就没有学点韩语吗 因为我想到我自己 就是我毕业了 想到不想在家里要钱 就想到去挣着钱挣着生活费 一直等到签合同的一天 所以我毕业以后在 北京刚才放的那个我在那住 住了有两个多月 挣了两千块钱 然后语言一点都不会 你去韩国毕竟是离家很远 带了很多盘缠没有 带了很多钱去吗 当时我没有带钱 一分钱都没带 一分钱都没带 对 因为呢 我也想跟爸我和妈妈说 说毕业以后不会让你不要钱 我会给你们寄钱 我会这么说 因为家里的条件也有限 也有限 所以到了韩国之后 经纪人也说到了会给你 会给什么都包 吃饭什么都会包 当时就不用带钱了 我觉得这样很厉害 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 我到那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 看看我能怎么样 把我的全部全给公司了 害不害怕 当时确实有一点害怕 心虚 我到了给我骗了之后怎么办 对 我刚想问 因为语言不通 语言不通到了国外会挺恐惧的 而且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你在那有朋友有亲戚吗 没有亲戚 一个人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会不会想到机场谁来接我 有人举这个牌子韩庚 就这样吗 对 有一个人举牌子 就是有亲戚人 到那以后会很想 终于看到了一个认识的人来接我了 突然说一句中文 韩国有说中文的 韩国有不少华人的 是 但我没有遇见过 你到那以后还记得吗 多少天以后 好像开始能够跟人稍微交流了 磕磕巴巴的用一些韩语 跟人交流 有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这么快啊 对 他教我很简单的时候 你好 或者 这些简单的问候语 他会教我 每天你怎么学这些语言呢 每天也像一样 学英语是拿个手指 写上 你好 我的墙上贴满 每天睡觉看看就睡着 不是 你是标上音标 还是拿中文把它那个音给它注出来 我刚开始是拿中文 全也变成 这太笨的方法了吧 韩哥 到时候我就这么学 一开始很管用 刚开始很管用 一开始说韩语有没有闹过笑话 有 因为韩语有静语半语 还有跟朋友之间聊天 或者还有比较亲近的人聊天的用语 但我刚开始只会说那些伴语 不管跟谁 什么老板 还有什么公司职员都说 你好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当我走了之后 他就说你好 就行 我说好 你好 我明白了 就是比如说两个人 年纪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那你要对长辈的话 就不能这么说 对 用长辈的话必须用敬语 你好 这么说 那你好是最简单 最好的朋友之间 就无所谓了 让阿娘 每个公司的学员都会说阿娘娘 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我说我学的就这样 他说应该不对 说怎么能不能说 就是慢慢就会说 你到那一个人住吗 还住宿舍里面 住宿舍 公司安排的宿舍 需要你自己来做饭吗 做饭的本领用上来吗 应该有保姆 那时候有保姆 给我们做饭 给我们洗衣服 他们说吃这个吧 吃这个是吗 他也不会说 你们不用羡慕 人家公司为什么这么做 让你把全部的身心 放到学武啊 练歌上 将来给公司 挣更大 更多的钱 这是公司很聪明的一点 人干嘛没工 没事给你请保姆呢 对不对 那这事应该问我经纪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点 很多时间就是第一 学韩语 第二练舞 练歌 对吗 对 一进去之后就开始练 Hip-Hop 爵士 还有声乐 这跟你以前练的舞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你是学民族舞的 对吧 对 我是学民族舞的 对